而这个效果我觉得可能比过去的游说工作危害性更大 因为它有非常大的欺骗性 它从那个道德角度去欺骗人家 让人以为它说的是真话 这种情况非常阴险 所以这个情况我们还得花很大的努力去识别去抵制 让他们阴谋不能得逞 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我觉得你提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就是说中共现在我一直认为 就是它到西方来派出留学生派出研究人员到西方来 并不是想学西方的价值或者实质 他们只是想用西方的自由来击败西方的自由 想学到如何击败西方 并不是想学西方 没错 现在在中国那个媒体也好 研究机构 包括所谓中共的智囊 给中共出坏主意 把美国外交搞得七零八乱的 这一帮聪明的人啊 都是美国培养出来的 美国人以为我们交给他民主自由 他可以回中国去推广民主自由 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这并不错 但是问题是美国人没有想到 那个邪恶的那个共产党政权 他派留学生的目的都是邪恶的 他要培养的第一等的人才 是教给他怎么样对付美国人 找美国人的弱点的 这样的留学生 我想起三本五十六 打日本珍珠港 在日本打珍珠港这个人 是在美国受训的 没错 你想想 这个 你一说起这个 我就想起三本五十六了 就是说 将来真正对美国构成威胁的 是很多在美国受过训的这些人 他们从利益角度出发 愿意参加到共产党的利益集团里头 他们虽然很懂得民主自由 但是他们在共产党得到巨大的利益 包括钱 也包括各种社会地位等等等等 那么他们忠心的为共产党 这个官僚资产阶级集团效劳的时候 他们对美国的熟悉 对美国的了解 正好成为共产党对付美国 对付民主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参谋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们真的是要非常警惕 不光我们民运人士 我美国的政府也应该非常警惕 非常好 而且上次我跟那个宋图书馆的人 路跟馆长在交流的时候也说过这个话 后来他讲你们中国人怎么样 我说你不要把中国人都放在一块 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 有想毁灭自由的中国人 不要把这两者放在一块 我跟他说的非常清楚 我说给你举个例子 911怎么发生的 是因为这些想毁灭美国的人 他们利用美国的自由到美国来学飞行 最后对美国整个造成重大的伤害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个美国人应该开始考虑这些问题 一个是怎么样阻止共产党收买自己的政治家 收买自己的媒体 来控制美国的自由 你的自由一旦被他控制了 你的自由就消失了 对不对 当然还要考虑如何使得这些美国的敌人 不要有那么大的能力来了解美国的弱点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他弱点 甚至很多优点本身就是弱点 陈凯刚才说的那个概念非常好 就是你的自由正好可能也是敌人可以利用的弱点 这是你的强点 但同时也是你的弱点 所以美国人应该重新学者们都要考虑 我们用一个什么策略来对付这种 共产党或者邪恶势力的这种策略 有应对的策略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时间又到了 非常感谢魏京生先生给我们做的很精脾的一些分析 而且暴露的一些内幕 我们希望观众们也从中受益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